据西班牙媒体的报道 西汉姆联正在和黄马接触 并且已经完成了第一轮的报价 西汉姆联2500万欧元报价阿扎尔 但是被黄马拒绝 这个价格遭到拒绝也确实不出意外 毕竟阿扎尔曾经花费了黄马上亿欧元的转汇费 如果真的以这个价格直接成交 对俱乐部来说绝对是重大的损失 但是黄马肯定是要出售阿扎尔的 并且最佳时机其实就在最近一段时间 否则阿扎尔的身价缩水会更厉害 加盟黄马时 黄马花费了1亿欧元转汇费 并送上了超高的年薪 试图让他接班C罗 但是自加盟黄马后 阿扎尔不仅竞技状态下滑 而且频繁地出现伤病 让黄马在关键时刻很难指望 加盟黄马这几年的进球数 还不及在切尔西一个赛季的数据 7亿 阿扎尔Adenhazard西甲 100001欧冠2000联赛 出场进球红牌黄牌 只显示主流联赛 屡历2021-22赛季 又是一个贝尔式的人物 实之无畏弃之可惜 据拜英体育报道 本赛季在英超发挥不俗的西汉姆连 向阿扎尔抛出了橄榄枝 希望引进这位昔日的英超球星 他们向黄马开出了2500万欧元的报价 但是却被黄马一口回绝 因为黄马的心理价位是5000万欧元 但是这个想法有些一想天开了 任谁也不会花费这么高的价格 购买一位年薪超高 出勤率低而且年龄超过30岁的球员 预计双方还将继续商讨价格 西汉姆连更有可能采取先租后买的方式 引进阿扎尔 而阿扎尔也有机会在英超找回昔日的自己